又到了全球现场的时间 我们持续来关注到的是 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裴洛西 他的亚洲行呢 将会在美东时间周五来出发 不过目前仍旧是无法确定 是不是会在台湾停留 讲裴洛西呢 一起来关心 关于他的一些这个生平 今年82岁的裴洛西呢 他是美国的众议院议长 同时呢也是美国政坛 目前仅次于正副总统的第三号人物 他给外界的感觉作风是相当的强悍 那么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他的政治生涯从47岁才开始 47岁之前呢 裴洛西的正职是家庭主妇 他是五个孩子的妈 1940年裴洛西在这个巴尔蒂摩出生 在一个意大利裔的政治世家 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呢 他的父亲在画面当中这一位哦 他的父亲是联邦众议员 父亲呢同时也是小罗斯福总统的好朋友 裴洛西的哥哥呢也从政 哥哥曾经担任过两届的巴尔蒂摩市长 所以呢很多人就形容说 这个裴洛西哦小时候 如果呢不是在学校上课 就是在造势场合陪父亲来拜票 那么也因此呢裴洛西从小就耳濡目染 学会了很多交际的手腕 那么在21岁的时候呢 裴洛西参加了这个甘乃迪总统的就职典礼 也受到了甘乃迪总统的启发 所以呢对这个政治工作产生了一些想法 学校毕业之后呢 他也曾经在这个国会议员的办公室里头来实习 但是大家都没有料到哦 他第一份工作呢其实就是当家庭主妇 1963年的时候呢他和这个保罗裴洛西结婚了 29岁就走进了家庭养育五个子女哦 在担任这个家庭主妇的期间呢 其实他们当时从东部就搬到了这个加州了 所以呢他在加州政坛也是相当的活跃的 他是专门帮候选人来募款哦 后来呢还当上了加州民主党的主席 甚至呢被资深的议员点名接班 所以才开启他的国会生涯 第一次出来参选的时候呢 这个1987年他踏入政坛的时候已经47岁了 那么2006年的其中选举呢 裴洛西是获得了民主党全党的一致赞成 当选了美国史上的第一位女议长 根据这个美国的宪法规定呢 众院议长是美国总统第二顺位的继承人 也是这个副总统之后 更重要的是呢这个众议院的议长 对于委员会的人士 对于法案议程的安排呢 都有不受干预的决定权 如果党内协调顺畅的话呢 他甚至是可以主导整届国会的立法成果的 所以裴洛西可以说是从这个家庭主妇 成为美国政坛最有影响力的女人 根据这个平面媒体报道呢 从这个2002年到2018年啊 裴洛西呢前面有提到 他曾经呢是在帮这个民主党来募款的一个重要人物 在2002到2018年的16年间呢 他为这个民主党募款 募了超过有6亿8千万美元 那么每一天呢 他从这个很早就起床 5点半他就起床了 一直工作到晚上 而且很少休假 当然呢裴洛西如此的努力 他也是充满争议的 因为现在呢 年轻一辈的党内同志是不愿意继续支持 在他们心中的这样子的老人政治 2018年其中选举结束的时候 就有16名的新科议员发表了公开信 呼吁呢 裴洛西交棒给新生代表 而对手共和党人呢 也讽刺裴洛西出身在政治世家 比起许多人呢相对是家境很优渥的 根本是这个拿铁主义的 拿铁主义 拿铁自由主义者 这个词呢 其实是美国在形容说 有一派人士呢 是生活很优渥 可以很优栽的坐在这咖啡厅里头 喝着咖啡 一边假装关心弱势 另外一大争议呢 跟他的丈夫有关系 保罗裴洛西 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华尔街的散户突然开始看好 裴洛西的神操作 因为呢 他在这个2020新冠疫情 刚爆发的时候 就靠着强压新兴科技 还有升级股大赚了一笔 也获得了女股神的称号 还有人呢 因为发现这个裴洛西 几乎啊 每次买的股票都会暴涨 所以呢 有人就获得了启发 研发了一款这个APP 让这个一般民众呢 可以及时追踪 像是裴洛西啦 还有一些名人的最新持股名单 方便跟着他们一起买进 那么他也曾经被人爆出呢 去年他的丈夫哦 保罗裴洛西 炒股光是一年就赚了56% 这个富爸爸熊爸爸的 这本书的作者就指控裴洛西呢 在1987年 他刚刚进入美国政坛的时候 净资产是350万美元 今年年初裴洛西的净资产 是已经高达了2.5亿美元 所以呢 有人就认为 你是不是有炒股的嫌疑 那么在美国有不少人就建议说 应该要禁止国会议员买卖股票的 防止他们善用职权 获得这个内线交易 但是裴洛西呢 他大力跳出来反对 他认为 美国是自由的市场经济 国会议员呢 也有权利买卖股票 只是他这样子的作法 作风也惹的不少 国会议员质疑呢 他的立场只是为了 袒护自己而已 而另外今天有个最新的画面 我们来看到 我这个讲到说 1987年呢 他刚刚成为加州的国会众议员 过了这个几年之后呢 当时还算是这个菜鸟议员呢 1991年的裴洛西模样也曝光 当时他跟着资深的议员 一起访问大陆 而且呢 一行人特地来到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拉布调停民主 结果大陆警方立刻到场 几个人因此遭到短暂的拘留 再像这样子 到天安门广场拉布调停民主 也让外界看到30年前的 31年前的裴洛西 就对大陆人权立场展现出强硬的态度 那么在今天呢 大陆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 再有记者提问说 如果裴洛西要访台的话呢 是否会影响到目前 中美双方高层进行的对话呢 大陆外交部也做出了回应 一起来听 中方近期已经多次向美方表明 坚决反对佩洛西众议长访台的 严重关切和严正立场 如果美方挑战中方底线 必将遭到坚决反制 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 完全由美方承担 另外美国的NBC电视台呢 也在今天报导说 这个裴洛西在美东时间的29号 就要帅团访问亚洲了 预定好的地点 有要造访日本 有要造访南韩 至于台湾行呢 则是被列为占定的行程 那么佩洛西访台的消息 传出之后呢 是获得美国朝野两党的支持 认为说不屈服于大陆 对美国来说是很重要的事 但是呢 美国总统拜登本人 是不愿意多谈 佩洛西访台的事 白宫发言人也表示呢 拜登认为 佩洛西应该要自行来决定 白宫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 这个这个这个问题 贝贵首不愿多谈 美国总统拜登解除隔离后 第一场演说 面对记者疯狂追问 美国众议院议长 佩洛西访台适宜 拜登绝口不提 根据消息人士透露 佩洛西亚洲星 将于美东时间29号开跑 将造访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外界最关注的台湾型 NBC报道指出 则被列为暂定行程 I think that it's important for us to show support for Taiwan 佩洛西规划访台获得美国朝野两党支持 美国前国务卿 蓬佩欧甚至发文表示愿意一同访台 美国国会议员四月访台的模式 是降落松山机场过境台湾 一天之内旋风式访问 美国国安高层则表示 已经提供佩洛西相关安全评估 但对于细节不予评论 美国航空母舰雷根号 也在26号进入南海 如果方向不变 将通过台海 大陆外交部强力回应 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 到底是谁 是南海 以及亚洲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两岸之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 当前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根源 是台独势力和外部势力勾连作乱 而西拜通话同样聚焦 台湾问题习近平对美方动作也提出警告 白宫表示拜登尊重佩洛西自身决定 同时发言人针对媒体相关提问 只以行程尚未宣布不做假设性回答不予评论 记者蔡清晨报道 那么在昨天呢 美国总统拜登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进行了拜登上任之后的第五度通话 可是昨天是用电话来通话哦 那么有美国不具名的官员表示呢 两个人同意接下来要面对面的举行峰会 美联社就报道说呢 年底的G20有可能就是两个人碰面的场景之一 美国总统拜登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第五次对话 两人通话长达两小时17分钟 针对台海以及俄务对谈 但纽石分析 无论是在台海长期争端或是两国间的其他问题 都没有任何具体进展 我们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 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势力留下任何空间 民意不可为 玩火必自焚 希望美方看清楚这一点 两人在台海议题交锋 但会后发布的声明内容却南辕北辰各说各话 大陆新闻稿称 拜登向习近平承诺不支持台独 但白宫依然采取模糊策略 白宫新闻稿指引36字 精略简述拜登强调美国的政策未变 甚至没有提及美国长期主张的一种政策 两国领袖同意安排面对面峰会 美联社分析习近平先前受到印尼总统正式邀请 参加11月的印尼居团体峰会 这场峰会可能会是拜习会登场的地点之一 记者组合报导 如果你有在煮饭的朋友 或者是您吃过这款海皇XO干贝帐的朋友 您一定会知道它的美味到底会多让人回味无穷 现在购买记得快点够输入我的折扣码 CTI-71G就可以买到非常优贵的价格了